在中国飞池的高铁动车组 每五列就有三列产自山东青岛 转属于香港的高铁列车动感号 在青岛制造 中国出口到印尼的雅曼高铁列车 也是由青岛开出 1950年代 新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在青岛面世之后 青岛和火车就结下不解之缘 由和谐号到复兴号 载到时速600公里的高速持浮列车 青岛制造 令到贴地飞行的梦想成真 青岛在高铁产业上不断提速 离不开技术创新和科研人才 位于较宙湾的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 集高铁生产研发创新于一体 以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为代表的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以及有动车梦工厂之称的中车四方公司 都聚集在这里 被视为中国高铁的人才植谷 从出师到超越再到创新 青岛高铁不断提升中国速度 将中国标准驶向世界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 在当代中国富家叛造成 在中国富家围资 vault 可真选公司